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抹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章 为什么会选用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 为什么至今没人出面承担应有的责任 为什么拒不公开道歉 我们对华尔街日报内部的分工不感兴趣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世界上只有一份华尔街日报 该报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华尔街日报刊发的有关评论 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直到现在 华尔街日报仍未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既为公开正式道歉 也未查处相关责任人 他们还百般辩解 错上下错 中方敦促华尔街日报正式中方关切 严肃回应中方的要求 我不认为这是过度的反应 中方保留对该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这是澳大利亚方面 向着恢复两国人员正常交往方向 迈出的正确一步 但与约十万受到禁令影响的 中国留学生相比 这还远远不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各国采取 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措施 希望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方面 尊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建议 客观理性看待疫情形势 尽早取消不合理的入境限制措施 请不吝点赞订阅